和斯诺多尼亚豪华大师版一起驶向雪山之巅 在看板研究汽车行业的经营管理之道 与神秘的马戏团准备华丽开演 加入关乎人类生存的远古大陆物种科研计划 微信小程序搜索新物级或下载桌游圈APP热门桌游进入手中 5G芝马云游戏不用下游戏 2070显卡住你唱玩光荣三国志系列 记住网址3W.芝马game.net 有卡匠心制作原创推理对决卡牌手游狼人对决 火热预约中没有时间凑齐人数轻微射恐 一位一狼人杀等你来体验 三国杀巅峰赛开赛了 想不想夺得国服第一孙权称号呢 赶紧登陆游戏体验吧 忍者村大战2S8赛季火热开启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游戏 上线即可领取限定专属好礼 好 那介绍完我们赛事讯息和合作伙伴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我们的比赛 这个是卧龙杯的比赛 是我们正赛 就是SCL联赛正赛前的一个 季前赛 季前赛 这是一个杯赛 然后总共16支队伍 共同来争夺最后的冠军 那昨天呢我们进行了 左半上16进8的比赛 晋级的是BEST 坟琴 画心和VCUP 今天呢我们下午的时候进行了两场石榴锦巴比赛 分别是纵横对极右 3比0 对 精英对盗墓笔记 都是以3比0的比分获胜的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右侧 纵横和盗墓笔记 是一个已经晋级了的状态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两场比赛 是月明对游领和龙吟对老司机 我们先来看月明和游领的第一局较量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视角 是23号位的进降 进降环节 23号位进降的话呢 进的是14的降 这边选择下掉了成功和一级 留给对面的选择比较少 基本上两套方案吧 一套是比较稳妥的上龄操 配一个履带或者珠灵试一下 另一套方案就是要上王姬或者国图房记 在1号位争取强突来打开局面 这边剩的武将强度也一般 韩当是这两天第一次有机会登场 然后韩当作为一个这种带一点点爆发性质的武将 配合观评能够有一定的作为 当然如果是传统的 小胖孙如你觉得怎么样 小胖孙如可以 小胖孙如可以 是一个有意思的打法 基本上是四刀的状态 2号小胖3号孙如 这样小胖也稍微的有一点扛奏的状态 扛奏的吸引火力吸引嘲讽的效果 但是这边选择上法证注容 就相对灵活一些 因为小胖孙如 你基本上只有放权一条路 法证注容可以选择让注容额外出杀 也可以选择注容去做别的事情 对面还是比较稳健的选择灵操 但是光头防御放在了四号位 觉得防一手急火也还好 不如老夫多假一剑 法证和注容的牌是比较素 这个导播回头调一下咱们的背景 刚才说调结果半天也没调了 打完这局吧 打完这局咱们争取去调整一下后边的背景 因为本身这个UI画面就比较暗 然后再换上一个这么朴素的背景 实在是不美丽 灵操这边选择顺手牵羊 目标法咒 简单的例行操作 灵操的手牌 现在是一个溢出的状态 所以杀一刀法证也不怕给法证D牌 哎呦 抓了那个寒冰剑 寒冰剑是一个 在这一局当中比较优秀的武器 无论是打法证还是打注容都很好 这边一四号位是游领的上将 二三的是月明 对应该是这样 我们待会让导播再可以确认一下 导播刚刚已经帮咱们看过了 看过了是吧 是的 好的好的 这个应该是月明 二三号位是月明 这边可能在注容要考虑 是不是杀一刀 然后反正能拉牌 戒刀杀人和加一马 非常顺利 因为戒刀的话 戒灵操刀 然后继续杀灵操 状态不错 然后注容有杀有决斗 就是所有的输出可以做到什么 绕开过途旁计 既然过途旁计有是非 这种偏防御的技能 我们就绕开他就好了 这边是为了防止过途旁计是非 借刀只能选择借灵操的刀杀自己 然后这个动作也被灵操断然出杀 但是你如果借灵操刀杀过途旁计 灵操应该也是会出杀 然后国途旁计这边 灵操在摸牌 灵操补一张 是的 注容这边捡一马 那就也继续挤火灵操就好 好的 注容这边拼捡成功 拼捡胜利 哎呦 拿了一个寒冰剑 其实这一手 拿手牌也挺好的 还是想破坏一下灵操的装备吧 是这样 你在注容有闪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拿了手牌 决斗你也敢去打 同时流口9也挺好 这边的国途旁计 他还可以说非常差 灌石斧 可能要考虑 可能要考虑单杀法证 然后强行灌石 然后再掉血 反正我不给你排 然后我把桃吃了 再杀了桃吃了 因为大概率 国途旁计可能会选择 留一张红桃圈的闪过 而不是去留桃 因为桃的点数太小了 万一被拼的话会比较惨 好的 国途旁计 掉血之后 吃桃 挂上加一把 应该是任务完成 非常可惜 当然我们之前看到另一个 昨天的一个国途旁计 是八张牌 没有一张杀 结果手牌是气到了零张的 对 八张牌的国途旁计 直接气到了 直接气光 那个就相对来说更惨一些 这好 好了还能留一个 这边没有选择装加一 可能也是绑一手 祝容拿走 被人拿加一这事 破敌先锋 九 杀 激略周详 自奈指挥不到 凌操 喝酒杀 郭途旁计 是想强行下 朱镕牌 凌操没距离 基本上也 干不了什么事 你就和郭途 拆拆牌 吃的 衡了一张 过拆 这个过拆 现在是比较尴尬 留手的话 貌似做不了什么 这也是郭途旁计 刚才不装加一码的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如果你装 如果郭途旁计装了加一 跟林操的配合 也配合不上 林操这边就更 更惨一些 法证祝容 打的也是 风生水起 但是法证 这个回合 也没有额外的输出 双方从排差来说 其实总的摸排数量 还是郭途旁计 和林操的摸排数量 总数会多一些 但是呢 鉴于郭途旁计 很多牌摸完之后 可能要气 情况就比较麻烦 这边一张 九杀 非常凶残啊 这一手 这手打完之后的话 郭途旁计 应该是要崩盘了 直接会被敲掉两血 而且没有办法 发动是非 之后呢 一张决斗 带走郭途旁计 这就是说 从总的摸排数量 林操和郭途旁计 其实是占优的 但是卡牌利用率上 郭途旁计差得很远 因为他八张牌 等于扔到只剩一张 是的 剩单林操 面对一个满血祝荣的话 其实林操认为还有一打 但是还有一个法证帮忙 这牌就 难度非常巨大了 而且他一个装备都没有 还是装备还没成形 是的 现在只能是追求强杀法证 先把法证消掉 然后自己跟祝荣进三挑 操刀牌摸得非常基本 其实我觉得这一手 祝荣可以选择考虑出杀了 但是拿走牌也行 但是为什么可以考虑出杀呢 主要是建于法证杀的效果 可能没有祝荣杀效果好 祝荣这边跟林操等于对了一张闪 但是也换回一个大点数 所以下一刀再杀的话 一定是能拼赢 好的 中央这边两张贴索 可以考虑先换一下 完了 林操这边要杀一下 有我手中背刀仔 何惧输军 很尴尬 拿什么拼都不划算 最终决定把闪给 东比给个杀强 祝荣这边如果打得细致一些 就过了 还真 还真算细 就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出杀 占不到猎刃的便宜 就是没有拼点 占便宜的过程 而我忍一回合 等到法证的回合 继续炫货 然后我继续出杀 然后继续去拼点 占更多的便宜 因为反正这回我多杀一刀 其实也杀不死嘛 这个如意算不打得非常小 而且这边因为手里有一张 戒刀杀人啊 所以可以拿戒刀去拼 输赢都无所谓 这边 给了一张武器 这个动作 薛威有一点拖打 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打法 可以说有一点玩 有一点这个玩票的成分 但是他更多的也是觉得 灵骚有可能留着杀 或者留着别的什么东西 放过来看看是什么 鉴于自己现在目前是断杀的状态 所以拿个小点数 对 拿小点数去换一手 也可以的 好 那最终是恭喜这个月明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我们今天的前两场比赛呢 都是比较老资格的俱乐部 获得了胜利 是的 就是说都是之前打过我们联赛的俱乐部 拿下了比赛 但是这边月明 这边月明是一个新的俱乐部吧 对的 新的队伍 月明是这个赛季新加入到我们的联赛当中 新的新的俱乐部 对 当然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之前被淘汰的俱乐部呢 都是没有打进资格赛 就是没有打进这个 就没有在资格赛中 也就是咱们前一段波的比赛 对 打出来的俱乐部 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整个这个比赛啊 有12只俱乐部 我们16个俱乐部 16个俱乐部参赛 有12只是后续要打资格赛的 后续能够打正赛的俱乐部 有4只呢 奇才 精英 极右和我要赢 这四只是 没有获得参加正赛资格 没有获得资格的 对 但是可以在这个联赛当中 在我们这个季前赛中 可以这个抛头露面 打一下 但是经过昨天的 这个一轮比赛 反正全军覆没 把奇才已经 奇才我要赢 两只俱乐部已经在昨天 纷纷纷的被淘汰掉了 然后今天呢 精英和极右啊 也被淘汰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选拔机制 还是比较合理的 毕竟是确实通过我们的选拔机制 能看到 相对可能强一点点的俱乐部 留了下来 相对弱一点点俱乐部 在选拔赛中被淘汰 同样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这个也是处于被淘汰的状态 那我们接下来两场比赛 月明和游领 包括龙银和老司机 这些都是正赛俱乐部 所以就是一个硬碰硬的状态 我觉得我这签抽的挺棒的 大家如果印象的话 我们的抽签啊 是在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通过一个摇骰子 投掷骰子的方式来进行的抽签 但是这个抽签结果呢 就是把这个奇才精英 极右和我要赢 这四只俱乐部 分别面对了四个不同的正赛选手 所以这个也变相的导致 这几个俱乐部全军覆没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关注 月明和游领 以及龙银老司机的后面的表现 双方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导播没有切给我们比赛画面 这个可能是靠我们聊的比较投入 然后没有及时把这个比赛画面切给我们 这个欺乐大家可以想象到 能看出来是黄中强打一级的 对强打一级 这个杀肯定是能命中 后续呢也许是出了个决斗 也许是出了个别的牌 也有可能是九杀直接凉血 也有可能是九杀直接凉血 这都有可能 但是一级现在自己因为手里桃非常富裕 所以也还好 这些一级在进行强击国家的动作 我其实不是特别看好 非要这刀许杀国家 因为 好像没有什么牌 一定要从国家手里拿过来 其实国家2vr上的还是挺少的 很少 除了跟李如配合那些 言良文丑 对吧 你现在能跟国家 国家我怎么记得 我之前砍头去了 怎么又回来了 国家倒是还有他这个上场的空间 就是打起来比较麻烦 是的 点为这边 单杀一刀一级 但是被一级轻松闪开 乐不思熟 乐贴手国家 没有选择强命去 就是这个用强袭来打一级 觉得可能要再忍一下 这边黄中选择了先决斗一级 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如果你还手了 那我黄中掉血 这样的话呢 我强命你还是了血 你如果不还手 那你就尖掉一血 这一手正常的话 一级是不能交的 对 正常的话一级是不还手 然后黄中也就过了 因为黄中刚才这一刀啊 如果黄中再杀一级的话呢 就没有强命效果 没有强中效果了 强命的效果要求 黄中出完杀以后 他的手牌数 要跟一级的手牌数一样多 或者比一级多 那一级是三张 那黄中如果出完杀 拿出完了就是两张了 这样的话一级不光是能闪 还可以盘八卦 这边国家的 无懈可击 国家洛伯斯鼠 一级继续进行着体力的回复 黄中点围这个阵型啊 其实在面对对面的时候呢 还是想说速推一下 因为如果你推的节奏比较慢的话 很容易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打不动一级 会刷的牌越来越多 对这边是点围强杀一刀黄中 因为点围杀黄中之后呢 就变相的等于让黄中在杀 一级的时候 多了输出的效果 而且现在更好的地方是说 我不光强命我还能把 这边要把九顺走 这边要把九顺走 点围的无限 无限康无限之后 顺走一口九 可以挂麒麟弓 麒麟弓九杀 依然是抢命 而且要打一级三血 这一刀非常恐怖 国家还是有俩头能捞一下的 对 下一回合点尾在一强袭 一级可就不一定了 是的 点尾强袭加一个黄中的强命 这一局呢 其实对 会很危险 就是冷色方 就是黄中点围来说 操作的难点 就操作的难度不大 他们难度主要在于被断杀 黄中这边连续 两刀 两个九杀命中 包括决斗这边能打出伤害 其实就已经对团队有非常巨大的贡献 然后点尾呢 更多的是一个收割的角色 国家一级呢 整体过牌量是要比对面大不少 但还是说这些牌能不能挡住 能不能充分用上 是的 因为点尾黄中啊 黄中的猎弓 如果发动了呢 是一个强命效果 有闪的话也挡不住 有盾也挡不住 然后点尾的强袭呢 就更是这样 只要我够得着你 强袭这个动作是 基本上没有东西来挡 唯一能做的就是说 我有淘酒去回复 因为你真正放眼 就是大环境下 能够真正面对点尾的强袭 说我这鞋我不掉 基本上就剩小桥天香了 其他的招都费点劲 所以点尾也是把 简单暴力的输出 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一级这个块 可能只能留个酒 颤颤巍巍的保个命试试 我还是可以火一下的 如果黄中不断杀呢 一级是基本上已经要死了 还是要打国家呀 这个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说看有没有可能 给一级递一些关键牌 或者把弩递过来 把弩递过来的话 让第一弩一杀 让一级做到说一弩三杀 然后怎么样去打 强秒点尾 或者这一种方案呢 就是这些牌就全留给国家 让国家去 可能还是会 国家可能还是会给他补补一下 对 国家卖血之后 出头 又摸到一个桃子 这个桃子非常关键 点尾这边好像没了 对 点尾已经没有了 三杀一九 三杀一九 点尾没有 非常寸 就是国家这边摸到的 一记牌很关键 无论是南蛮入侵 还是后面的桃子 这些一记牌都特别关键 导致点尾最终没有扛下来 接下来下一张关键牌 就是一级的这张冰凉寸段 能不能贴住黄中 冰凉寸段 选择要留一手点尾 这件事情就有意思了 这件事情可就有意思了 关键时刻选择了 更保守的方案 主要也是觉得 国家还有一个桃 点尾如果换 点尾放出来 点尾放出来 再杀一刀 如果八卦失灵的话 可是要掉三血的 再加上后续黄中的输出 你一个酒和国家一个桃 你怎么救得过来呢 是啊 但是他不确定 酒杀能不能命中 可能是 我觉得更主要 有点是觉得不知道 酒杀能不能确保打住 打中 可是他已经把酒杀 留在最后了 而且他那奴也没有先亮出来 也不是一个名牌 这边国家是 非常小心谨慎的 交了一发武器 那点尾的火杀就不再去指黄中 而是指向国家 国家这边出闪 点尾在思考 跟谁换能行 点尾很可能会中 中敌人的奸击 就是选择了火 选择去强国家 其实强国家的话 国家其实还是有一个 堂能解决的 国家的无限 也是给对方传递了一个 非常有迷惑性的信号 但是这个无限交的 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合理 好的 国家这边赤头一记 看有没有可能活下来 即使活不下来 也可以最后把手中关键牌 比如两张杀 直接交给一级 然后让一级能够 在有酒有杀的情况下 准备去秒黄中 而黄中这边想去 想去说强杀一级 是基本上做不到的 因为一级手里有张酒 一张还有一口酒 除非是黄中 也再次摸到九杀 南蛮入侵 国家再见 看一级 看补一张 没有 黄中的手牌是 黄中的手牌是 两杀一闪 两杀一闪 一级这边选择了出杀 没有赶宝人掉血 黄中这边杀一级 八卦阵 不判了 这些没有不判的操作吧兄弟 虽然就可能说判跟不判 没有什么区别 反正都是掉 掉血之后一级喝酒 勉强 果言残喘 一下 那剩下的 剩下的牌就是 看一级这回合 如果想击杀黄中呢 需要三张杀 或者是 就两张都不判吧 咱们这么说 两张都不判才行 这个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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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牌已经没有了 这个牌是不能动的 这个牌借刀吧 要想打就先借刀 轻杀也是好的 他有杀 怎么你都是没有 对吧 你回合结束 他有杀你就死了 所以就赌他现在没打 先借刀再说 出就出 不出就算 现在他出 黄中 黄中好阴险呀 这是一个非常阴险的 黄中啊 不出 不出杀 这边黄中 还是月明的 这边的上 这边的队员吧 对对对 然后选择了决斗 就是要留着这个杀 对 那一级是 大概率没有了 已经 现在一级就要靠 最后这个保命 靠集园 靠集园 看有没有可能 把这个性命给捞回来 集园的话呢 其实是这样 他大概有一个10%的概率 因为排队里面 桃子是12个 9是5个 加一块17张牌 17张牌呢 你在160张牌里面 去摸17张牌 这个就是一个 大约在十分之一左右的概率 其实也没有了 黄中当时是一血 您别忘了 可是 是砍一级两血的 对 黄中是 这是一线黄中 是的 那没有 那没有 那摸到淘酒也没有用 摸到淘酒也没有用 所以黄中这边的 就是 老链 那结局处理还是非常好 那恭喜月明2比0领先 游灵 游灵难道 今天的比赛如果都是3比0的话 这还挺开心的 节奏很快啊 我们现在30分钟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已经到赛点了 这局比赛 这一局呢 月明是23号位 所以现在14号位在进行进降到的动作 我们从此也能够勉强猜一下23号位会上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 我大概率上 孙如许楚 我觉得手握 两个赛点的优势 还是可以勇敢的拼一手 拼一手 我在想的是 甘宁和那个 许楚和甘宁孙如 我个人来说 特别特别喜欢孙如这个舞匠 对 但是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我建议说 让上那个 就是许楚 许楚孙如呢 主要是因为 你甘宁可能拆光了 但是发现许楚牌不好 哎 没办法去持续输出 孙如呢 好歹咱们双管齐下 东边不亮 西边亮 这个许楚牌不好 孙如还有个指望 就跟着许楚打 对 互相都有指望 这边14号位 要在4号位上一个 就是慎重的上一个 防御还不错的将 传统的人操 对 选了张辽 张辽的优点呢 是说 首先作为一个四血将 扛第一轮输出 其次是我 扛下第一轮输出了 我还可以干嘛 我还可以通过偷袭 通过通过突袭 去找别的 这是1号位 要上灯爱吗 还是上了灯爱 上了灯爱的话 就 上面上了孙如和点围 然后把灵操 放在了4号位 看看孙如有没有棍子 孙如如果有棍的话 这个灵操就没了吧 但是灯爱有一个桃 还好 过河拆桥 这张过拆 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就是说 孙如手里没有特别 怕拆的东西 但是拆桥加一码 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相比那三张杀 还是加一码 对 稍微拉开一点空间 尤其跟灯爱里边 加上冰操还有个刺胸剑 是的 孙如这边赤桃 起杀回合结束 非常遗憾 没有摸到太多需要的东西 看看点围怎么样 这个牌如果把点围换成许楚的话 好像也很凶残 但是光点围呢 我杀一刀之后加强袭 也是变相的打了输出 打了伤害 上点围的原因 会不会是在想说 我既然放在对面灯爱 我可以用点围强袭来突灯爱 我觉得上点围的话 主要还是配合孙如 去做一个 击杀四好位的一个动作 捕刀 对 做一个捕刀 然后呢 点围是一个说 只要我动 我不在乎有没有牌 只要我能动 那我极限情况 肯定是能要你一血 是的 你不用跟我聊 说你有闪 你有杀 你有这个那个 你也不用跟我聊 说你兵了我了 我没有牌 我断杀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一个莽撞人 我是一个野兽 我不懂你们这些牌 我也不知道这牌上写的什么字 反正我就知道 我拿我血也能跟你换 以命博命 以血博血 这事我能干 很粗鲁的一个武将 但是可以给人一种 就是秀才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 还真是说不清 你别看凌操现在 孙如还打得很慎重 为了防一手灯爱的九杀 你别看 你别看现在 凌操与堆牌 但是血线上并不占幽 这个悟风能实在受点麻烦 可能是现在顺迁了 拿双顺迁 然后看邓爱的小手 邓爱的发财小手 能不能把对方拿到吴忠偷回来 这张吴忠一定是孙如去拿 因为他不想让凌操友 偷到吴忠的机会 这边邓爱拿了吴忠生友 还是这边邓爱拿吴忠生友 稳一点 那这一手的话 孙如可能还是拿闪 然后大不了顺迁康无险 拿顺迁了 拿顺迁的话 灵操这个无险很尴尬 出不出呢到底 直接选择去顺灵操的 顺这个邓爱的吴忠 邓爱判定是一红草闪 非常惨 他是顺了顺了邓爱的闪 可能是为了防孙如的影剑 我刚才还在想说 要不要顺邓爱的 人王之类的 吴忠生友 邓爱无忠生友 有一张张八舌毛 但是不能装 邓爱现在是属于什么装备 都不能装的 就人王邓可以装 但是武器的话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装 尤其是帐八舌毛 什么武器 就别的武器 你非要装也就忍了 帐八舌毛这张牌是坚决不能装 甚至于都可以考虑扔了 对 顿可以挂 我估计大概率是挂顿过了 装长八了 装长八这个动作就非常 怎么说呢 我其实想用的词是业余 就是觉得非常业余的一个操作 就是对方 顺手牵羊 就是因为你孙如是有一张名顺手 所以我顺你帐八是不是名顺 名帐八 这个有无蟹是吧 有无蟹扛了一手 就是你等于明着给了人家一个目标 一个武器 对一个武器 然后关键它是一帐八 帐八就变成了一个说 孙如我不管摸什么摸到了 都是一个打 当然这个之前凌操等于也是变相的 说我的无蟹就已经看好了 就准备给这张顺牵 这边邓爱再次给涛 是一个黑涛七的 那个什么 囤了一个 对 就刚才如果没有那张无蟹的话 你能看懂 就是孙如只要拿了帐八 凌操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了 对对对 所以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邓爱没有这个杖八蛇毛 只挂一个人亡的话 那面对孙如的瞬间 也许 当然 好像也不太敢说 我就死 我就死咬了 无蟹不出 这个无蟹大概就还是要出 我这边是刺龙剑九杀孙如 孙如先崩了 孙如先倒下 这一局最终还是 应该胜利会属于邓爱 因为当孙如倒下的时候 邓爱就准备接管比赛 算是凌操一换一吧 对 算是凌操一换一 上 就是双方各有一个输出的目标 但是我们先把你的目标打下了 而且剩的两个人里面 点围虽然对邓爱有一定的压制力 但是很有可能还是打不过 而且点围也特别可怜在那 但装备不是 我不能总是以血换血 对 而且装备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就是邓爱如果 这个点围如果装备摸得多的话 那机会就大很多 现在呢 点围的主要压力是没什么装备 这不是借到凌操的 刺雄剑 一个刺雄剑吗 哎呦 这边火纱 练了邓爱一起 邓爱现在是 这一下还是不好受的 对 不好受 然后这刺雄剑还会打砸邓爱一起 还好有狮子和人王 邓爱之前上回合拿到狮子人王之后 两个牌留守就等于是组合逃 对吧 组合起来疗效也是一样的 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 清掉点围一张杀 其实点围一张杀也没什么用 他也不太好直接去杀邓爱 邓爱这边呢 挂尸子 然后接 呃 接人王 嗯 留了一张五封灯 点围我估计 要准备开始拨命了 两杀 来吧兄弟 拼吧 这样 黄家老师 我点点围就一直忍着 忍着如果就靠我攒装备 然后砸邓爱写 你觉得 我觉得忍不住 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会忍不住 但是这一首呢 现在邓爱要面临一个 现在呃 我点围其实血线 只要血线占优 我就可以和邓爱拼 用血拼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血线会占优呢 看样子 一时半会是不是占不着优 是的 对 你现在拿血拼是不是也拼不动 是的 不敢 就完了 所以这一局呢 其实当孙如倒下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定了 最后的说基调也好 说结果也好 就是邓爱会carry全场 你对现在借刀 人家就直接两张牌 拍出来砸你 顺便囤个田 刀是 他觉得反正桃跟这个一个账吧 是一样换的 也不亏 还多了田 其实拍出来也是一个田 点围这边其实可以考虑张八杀一刀了 就是已经是输局啊 我们说为什么点围要考虑张八杀一刀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输局 在已经输局的情况下 打的要激进 打的要冒险 打的要疯狂 哎呦 这边一张 决斗 因为上一回和邓爱是没有出杀的 所以点围这张决斗是完全敢出 其实点围我觉得还是上回和少杀一刀 如果上回和更勇敢的拿杖八就开抡的话 机会会更大一些 但是我那个时候如果拿杖八抡的话 手牌就已经打空了 对 没办法 该拼就要拼嘛 不能怂啊 兄弟 怂是没有前途的 你别说我还觉得点围还真有机会 对 这个邓爱应该把八卦换上了 这个时候 不要留人往而留八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希望点围 在绝望的时候去追求杀你邓爱 而你手里边呢 留着闪和酒 去 做额外的动作 点围打的非常克制 灯爱里边单杀 下闪 可能留双闪好一点吧 对于点围吗 对 对 是的 我也觉得留双闪好 毕竟不是 你闪不是回回 每回合都能摸着的 这边乐 可能这个乐不乐好一点 这个 看吧 这个事也不是说一定不乐好 但是乐了 反正 给对方留一个两闪 留两酒一闪的机会 真的不要 他是觉得 你点尾 第一打我没那么容易 第二 你也不一定敢打我 好 现在邓爱 其实 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无论是从血线上 还是总的牌的数量上 还是别的一些事情上 可以把弩气了 先留 先忍一轮 他可能会把弩挂上 我觉得 然后气了 灌石斧 灌石斧 这一手 没有犹豫的空间 不杀也得杀 所以红杀肯定是抡出去了 如果这一手 红杀不抡 就没有别的牌需要 需要抡了 朋友 时间已经好紧了 可能还在思考 还没 还没敢做这个阶段 那我觉得 现在等待点尾的 其实就是慢性自杀了 因为你肯定是一个 点尾肯定是一个弱势 对吧 你在面对灌爱的时候 你一定是一个弱势的状态 弱势的状态下 不去拼 那剩下的结果 就要坐以待毙 我就有这种情况 打单灌爱 我是不敢随意出手的 每次打杀的时候 都会犹豫 对 就是你要预见到说 我如果不打 最后输的一定是我 我如果打了 输了也不赔 因为本来也是我输 有没有人认为说 我点尾打灌爱 其实我是优势 对吧 你什么时候你是优势 他是一个三血灌爱 然后你是一个四血点尾 你还有个刀 这个时候你可能还优势 你现在这种情况 说打也打不了 够也够不着 又不敢出杀 对吧 其实刚才张八神王那一刀 就可以考虑动手了 为什么考虑动手 因为人家灌爱是 打空了一回合之后 导播这边 动态背景有情况 对 对方是打空了 一个回合之后 重新摸的两张牌 没有杀你 回合结束过掉了 那这种时候 他两张牌摸到闪的概率 是比较低的 他两张牌摸到闪的概率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甚至更低 那 此时不动 何时动 对吧 是的 就是一定要抓住这种 小时机 然后去拼 我其实这些点尾 点尾就是说 我万一杀 他有闪 他不就醒了吗 醒了醒了 本身你也打不过 本身也是你烈士 烈士的时候怎么办 就拿命去拼了 就是实际上 如果那个时候 抓住张八的机会 再加上后来 冠师傅的机会 是有可能打赢的 但是难度非常巨大 咱们先说 但是你不拼 你说我跟你耗着 你能耗过点尾 你能耗过人灯爱吗 灯爱最不怕的就是耗 灯爱可以杀你 你能杀灯爱 不敢杀 完了呀 对吧 越耗 而且是越耗越不敢杀他 对 这个一下就麻烦了 何况灯爱还有两口酒 是的 好 那现在双方比分应该是2比1 虽然还是越名领先 但是上一局比赛呢 越名这边的整体表现 我觉得还是 有提升的空间吧 从阵型上的来说 还是非常合理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视角 依然是14号位 越名在进降 给23号位进 进掉了对方的貂蝉和 李如 这个没有太多的问题 然后留给对方 23号位的输出打法呢 张辽和赵云 对 张辽赵云 其实我觉得是最稳妥的方案 遇到什么阵型都还不太出头 如果激进一些呢 可以考虑上个卫延 就是张辽赵云卫延三选二 然后任意位置摆放 通常来说卫延摆三 卫延和赵云尽量摆三 14号位 哎呦呦 剩的这一堆 剩的剩的这一堆歪瓜裂枣啊 实在是没眼看啊 剩的这一堆迫降 哎 嗯 要不来个夏侯渊 曹仁吧 一号位夏侯渊 四号位曹仁 就跟他拼了 拼了 拼了 对 但是夏侯渊曹仁 拼的话可能只能拼张辽 拼赵云还是 还是不太好拼 现在14号位是游领的上将吗 呃 14号位应该是月明的上将 月明是第一局第三局的23 第四局的14 果然是打算拼一把还是 没有好的选择的情况下 哎呀 过渡旁击兄弟 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 过渡旁击状态不行啊 对面上了个孙策 又是得拳气啊 不会啊 哦 对不行不行 这边孙策有闪 所以你其实 这这牌给夏侯渊 就是趴一神速直接被孙策 回合到你 你敢你敢不掉 对吧 你先给你一血再说 你照晕爱打醒了 打 对 然后下一轮 下一轮集火 扑扑扑三刀 不知道怎么那么爱上 波涂旁击 对吧 莉莉在目啊 同学们 莉莉在目 咱们最近比赛 波涂旁击就没有爆发过 就没讨过好 今天让人打得跟茄子似的 爆发 就 是顶多留过一张牌 就是通过 急攻的这个技能 对 咱们这么说啊 就是 咱们的比赛中呢 一团糟 打个一血 全换回去 也没有什么三血匠 打得挺憋屈的 有的时候 是的 赵云友呢 有了弩 可惜没有闪 这车牌 是赵云有弩的问题吗 是赵云孙策 都有弩啊 孙策为俄 单杀逃人 再见 剩下一个干锅图 旁击 四张牌 目测是 没什么希望 好消息是 九杀能打中赵云 能消赵云一些 坏消息是 他选择打分策 谁能与我一战 但是你这 杀让赵云冲走 就冲走了呀 干嘛不拼一下 两血的赵云 选择打 你打三血的孙策 你即使中了 也不舒服呀 这个地方啊 我们分析一下啊 就是如果我们 是赵云的话 在不确定 能不能秒杀 曹人的情况下 最稳妥的方案 是不是应该 把所有的输出 不惜一切代价 不管什么 三七二七 都打在曹人身上 否则哥我打 是会是这么打 因为曹人 因为打死曹人 这件事情 跟赵云留个杀 保命这件事情 这谁轻谁重 太一眼看穿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其实会相信 南蛮入侵之后 赵云也没出杀 也没出什么东西 我相信赵云 真的没有东西 对 那我会愿意 九杀赵云 然后拼一手 那你这一手 如果没有那么拼的话 就更没有方案了 即使赵云手里有冲阵牌 其实还是杀赵云 比杀借孙刺好一点 对 毕竟你那两张杀 不怕他冲啊 桃圆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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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桃圆 好桃圆 赵云的古定刀 找了一个好归宿 咱们每局比赛 都会换选手吗 不会 就是每个队 是爆出两名选手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些替补选手 对 但实际上正常情况下 都是直接 这个 直接上场的 所以游领这边 游领这边追平了 追平了我们的 这个 比赛 就是我们在大概 20分钟以前 25分钟以前吧 欣慰的说 哎呀 你看 又是2比0 难道又是3比0 难道又是轻松取胜 打得这么胶着 这还是 谁知道 变成2比2了 两天以来第一次 对 咱们两天以来有 有 没有打 还真没有 没有打平过 没有打满5局 这家公司 应该加钱 这是岳明最后一局 岳明这边的23号位 正在近 董允放出来 近14的角 我觉得董允2比2还挺强的 是的 这边 王允 那是23号位 履带 我曾经 我曾经以为 王允履带是有特别 特别优质的配合 后来发现不朽 履带的这个 装装备的动作 必须是在初拍节 段才能有额外 出杀的效果 就是王允 几乎是个必上 但是我 我觉得 王允配谁 你配谁都行 但是我觉得 王允尽量别放2号位 尽量放3号 王允是 你这一局中 最关键的点 王允倒了 就麻烦大了 你王允放2号位 且不说被杀的事 被打死的事 咱都不聊了 您终于乐 这贼奥 贼狱们 所以我 我如果是上阵的话 我可能会 全把王允放在3号位 心里踏实 不为别的 就图一心安 这边3号位 是咱们的阅明 无限这个武将 其实单打还是挺强的 而且他有一点刻 这个司马医 有一点刻司马 这边一发决斗 司马医手里 只有一张杀 忍了吧 咱们不是咱个忍 欢迎撕来想去 还是没敢动手 无限是不是从这回合 就可以带 应该是先给王允补一张 再从下回合 开始带司马吧 其实我觉得呀 不行就直接开始带司马 上来就带司马嘛 对 可王允这手牌 两张杀一个桃 不是很安全呀 安不安全的 杀一下 无限是想到了多摸牌 无坚可能会留一下 等下次双开 重点还是看戴燕 反正要搁我打 就直接带司马吧 二神都带了王允补一张 也没什么用 确实 是的 其实呢 如果你王允选择让无限 就连技让这个无限去杀 神司马 那自己也可以考虑 就直接动手了 但是他确实看司马两个人 这事觉得不踏实 不希望司马在下一个回合觉醒 希望再等一轮 阵机这边的九火沙 被无限闪开 他这个 就是看这个选手手牌呀 有一个小变化 之前我记得是能看 就他那个是显示雷沙火沙的 现在不显示 现在统一就显示为沙 什么属性这事得再猜 比较别扭 其实我觉得呢 这东西如果舒服的话 就显示 显示这个四种 雷沙火沙 黑沙红沙 特舒服 对 这边看起来也方便 对 用了一张万箭齐发 通过连技实现的效果 对 这个 现在离威胁司马呢 难度又更大 我现在老是布置履带有配合吗 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布置履带 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配合 也就是说履带可以通过 这个 履带是这样 履带能够让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布置能够让履带 把刀收回去 把装备收回去 然后到履带回合再装出来 是的 但是这个 这个关键点是履带吧 就你看咱们这个比赛中啊 很少有选手上履带 是的 就因为履带他 到现在还没遇到我 因为没有人给他解决装备的问题 只能靠裸摸 这是手摸这事 他需要点时间 需要点运气 但是如果你摸好了 就特别强 会特别特别可怕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布置履带的配合 强度一定是在第二 就是在第二个轮次 才会显现 在第一个轮次 是显不出来的 比如说你是二回布置 然后三号为履带 履带把这个装备装完了 到不置回合 让履带收回去 我还得走一圈 收回之后 到履带再装才行 对 再到履带再装 这边司马仪已经有三个人了 无限和王云打得比较克制 这种节奏 其实是司马仪喜欢的节奏 就是慢慢的 缓缓的 司马打的就是一个慢 对 谁也别欺负谁 这张杀 这张杀可能我们推测 司马仪的想法是说 我特意出这张杀 我就不要这个人 然后你看我现在是一个 三血三忍的状态 没事就 没什么事就不要动我了 你动我大家都不愉快 我猜测吧 就是他可能是 那我能转 为什么不去 选择转一下 威慑你呀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也载上了 对吧 反正你连技也要交的 你交了连技 我很可能是要掉血的 司马危险 司马真的危险 因为网语里面多了一个 那个字典什么典是吧 金 金 金 今天的金对吧 青青紫金 悠悠我心 是那个金吧 好像不是这个 不是啊 这个是 就是表示骄傲的意思 是吧 反正我们就念后半事吧 我们就念右边了 金公 王远的这个一技能呀 一技能 没法动啊 看一眼也好啊 你看看是啥 万一喜欢呢 司马仪到下一个回合 将上市觉醒 不过 司马现在呢 第一是手牌装备比较少 也没在怕的 觉醒也没 第二呢 是王远跟无限手里都有桃 这个很 还有一个无限 对 哦呦 坏了 这个真机有弩啊 有弩有难瞒呀 为什么要强调一个都有桃的 因为 你神 神司马 在 呃 开了完杀的情况下 无限和王远就会陷入一种 叫什么 不能互救的 爹死 娘家人 个人雇个人 自己只能管自己 管不了队友 司马这个要是觉醒 嗯 哎 这无限有带神司马吗 没有 自始终也都没带过 始终都没有带 神司马吗 始终都没有带过 那这是怎么考量的呢 决斗 铁锁雷沙 这个派有点意思 决斗出呢 肯定会被无限 这事是板上钉钉的 无限肯定是会交的 铁锁我先换一下 呃 他在考虑说 如果我决斗打掉血了 铁锁可能去考虑连针机 然后雷沙针机 勺过去 铁锁换到了第二章决斗 好像应该不会死人 对吧 无限如果掉血了 那神司马挂刀 再杀一刀 没有人会死 而且神司马可能会 神司马直接直接雷沙了 没有选择去雕完沙 他可能也知道 戴乌斯 嗯 回合结束 不见刘桃 可以刘生吃 对 但是还得看他上回合的 是 选择了多摸牌 还是 王宇这边 非常 悲惨的 手里拿着冰凉 勒布斯鼠 无险可击 这牌好不好 挺好的 但是有没有问题呢 也有问题 就是 没有办法继续对神司马进行输出 其实神司马这边 也就是一两高的事情 无险可击 无险这边一桃双吃 神司马 现在是不能打的 无险不代言神司马 这个事我还真想不通 他觉得无险戴眼神司马呢 变相也会给神司马递牌 稳定性也比较差 然后 但是神司马醒了以后 会有助于神司马觉醒 如果真想戴眼打 不如醒了再戴 是 我就让你醒了 但是我不管你 这边神司马 还有最后关键的一个人 没想到吧 这个应该是什么 天命 结束 有吗 一杀 两杀 一九 铁锁 应该是 要结束了 铁锁不练一下 没练 他觉得打死一个就够了 他练的话 因为如果 如果是那个 无限没手牌 他可能就练了 无限有手牌 情况下 还是觉得直接打就好 就雷杀 而且他应该是 是之前读到无限了 可能他在 那个五股风灯的时候 那个 抱歉 无限 那个勒布斯鼠的时候 你就读到无限 所以意识到 对面有无限 那我出过拆也好 出铁锁也好 都可能会被无限掉 那我 然后对面网友没牌 无限肯定是 肯定是无限的 那我把无限换了 不就行了 省得让你拿一个 死人的牌 去换我的 有用的牌 所以这块来说 打的还是非常细腻的 这边南蛮入侵 神司马掉血之后 强翻网隐 我们要准备 恭喜有领 让二追三 在2比0落后的情况下 练半三局 练半三局 其实心理压力 肯定还是很大的 刚刚司马手牌 是剩一张男的 那珍姬有 可不可以把那 童甲装上 他是想给 递给珍姬 对 重新再打 然后这样 再放南蛮入侵 然后再翻 再翻 这个动作本质上 还是有转头 因为王允 一个回合 也要摸两张牌 然后你翻他 也是摸两张牌 但是他这个牌 出不去 先看一下 有关键牌 先拆一手 杀一下 这个牌有可能 还是选择先杀 杀完之后南蛮 南蛮之后再拆 或者先 就是他拆的这个动作 可能不会放在 第一手 因为 但是 现在要限制 王允爆发的可能性 南蛮入侵 司马医再掉鞋 车机再给涛 这个场景莫名的 让人联想到 斗地主的场景 有没有 斗地主 现在经常会有 拿曹丕翻 对 曹丕 联系翻 对 状态 这边居然制衡了一下 他觉得南蛮入侵 现在 再让真机放南蛮 自己可能扛不住 然后自己放南蛮 真机可能扛不住 回合结束 选择 滑动忍戒 真机回合 急需落神 司马医帮不上忙了 真机只能靠自己 其实真机刚才可以 把藤甲装上的 他不知道对方会有难瞒 而且藤甲在手里 第一是一张闪 第二 藤甲装上的 万一吃一火攻的话 有可能有风险 因为 还是优势局 再打得稳一点 对 就是以现在 神司马这个熊样 不指望神司马 一定能活下来 但是真机紧单挑 是有强度的 真机挑王允 如果王允这边的 这个进攻不抽锋的话 还是真机绝对优势 删到了一关键的桃 删到桃之后 就感觉到了 是的 你敢掉我起 我就敢翻你 这就没关系了 这边王允虽然还在 苦苦支撑 但是 实时真相 是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 这局比赛 游灵要拿下了 你看 我给你举一例子 如果刚才真机装了唐甲 现在王允铁锁连环 练了真机和神司马 然后进攻万一出一火攻 万一非常巧的 烧到了真机的话 那还是有可能 全盘就崩了 那我为什么要给对手 留这样的机会呢 虽然都是万一中的万一 那我宁可留那个 没有万一的机会 岂不更好 是的 可以不翻了 若无老夫之谋 练一进攻 效力藏刀 来了一张桃 但是藏的刀里 给了个桃 效力藏刀 大家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什么 反向的天香 反向的天香 天香是先掉血 然后再摸 等同于伤害的牌 效力藏刀是 先摸等同于伤害的牌 然后再掉血 所以呢 这个动作 先摸等同于伤害 是指司马掉了 两血就摸脸了 摸两张牌 你掉了几血就摸几个 直接九杀本王云 直接带走 正机九杀 回合结束 好 最终这是我们 十六军八阶段 唯一一场 目前为止 唯一一场打满了 五局的一场比赛吧 五局 最终呢 游领 让二追三 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 怒班三局 最终是以 五比三 三比二的比分 战胜了月明 好 那致辞也再次恭喜 游领 同时呢 我们今天比赛 还是那个规律啊 就是上个赛季 打过 SL联赛的队 都赢了 都赢了 月明还是 到后来 还是比较可惜的 前两局打的